世界上最纯粹的感情 你的生命里有很多人 而我的生命里只有你 主人离开人世后 宠物狗趴在主人的墓碑前 不停地抽气着 他望着老人的女儿 仿佛在说 主人是不是不在了 以后没人陪我了 老人的女儿看着狗狗 突然一下子哭了出来 他们都是老人最爱的人 如今却再也见不到他了 这只动物园里的黑猩猩 如今已经59岁高龄了 他因为身患癌症 太过于痛苦 整天昏昏沉沉地蜷缩在稻草上 无论工作人员怎样想方设法 为他吃东西 他都不愿张胎子 大概是黑猩猩 知道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不愿意再做垂死的挣扎了吧 就在黑猩猩昏昏欲睡的时候 他感觉有人在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 当他看到来人之后 黑猩猩露出了大大的笑容 这是照顾他多年的饲养员 他的眼里泛着泪光 用尽最后的力气 搂着饲养员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也或许是在做最后的道别 但是他们也不需要表达 一个拥抱的动作 已经说明了一切 当猫咪从手机里看到 已经离开人世的主人影像时 一向活泼的 他就这样呆呆地看着手机 接着竟然依偎在了手机上面 仿佛把手机当成了主人 回到了当初 依偎在主人身旁的感觉 眼神里充满了思念之情 这大概就是动物和人之间 最美好的感情了吧